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我們今天來繼續看主線劇情喔 我們來開始看第十八章吧 那我們就來馬上開始 是無盡的風 裹下著我 是漆黑的深淵 緊抓著我 我在世界盡頭 沉睡 漂浮 沒有終點 沒有方向 是誰 點到唯一的光芒 波動 秒針 李澤言啊 無論你在任何地方 我都會找到你 被永久鎖在巨大牢籠裡的我 睜開了雙眼 我緩緩睜開眼睛 任用淚水滑落 漆黑的視野讓我保留著僅有的安全感 怎麼了 全說著整晚的身體已經發馬了 我無法伸直四肢 只好以一種奇怪姿勢坐在地上 等待枝主的恢復 我們又做噩夢了嗎 又做預知夢了嗎 我的大腦混混噩噩 只是不斷重複著夢中那個我說的話 喔 我們上次結尾是跟我們的那個黑女主的對話嗎 災禍已經初見端倪 文明就要迎來終結 犧牲並不代表死亡 而是新生 是犧牲你 還是犧牲他們 她不是夢 也不是幻象 我無比堅信她是存在的 可我卻無法解釋這種直覺 過往零碎的畫面重新湧入腦海 旋轉拼湊 拼成一張熟悉的臉龐 我感覺啊 黑女主可能是 某個 某個時空裂縫裡面的 人嗎 她可能是女主另外一個時空存在的人啊 李責爺嗎 沒有啊 我們在哪裡 我們來到街道 還有無人的小巷 繞過數條街 我看著兒子的自己 奔跑而來清晰而真實 原來從一開始 她就一直在我身邊 這些夢都是源自於她嗎 那麼她口中的我的命運和責任 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然後我做了這樣的一個夢 在夢裡 我將她一把推開 向未知的前方奔去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也發不出任何聲音 我看到光源亮起 聽到秒間轉動 卻無法感知自己的存在 還有那句熟悉的篤定的話 每次想起 總有一種莫名的悲痛揪住心口 難道 這就是那個我口中的未來嗎 一個虛無的 沒有生命的未來 因為我拒絕了她 拒絕承擔我命運的責任嗎 不要被她影響了 不要被她影響了 我以為自己又要睡去 恍惚間就好像看見了爸爸的影子 她對我微笑著 就像以前每次難過像她親叔那樣 爸爸 我該怎麼做 我竟然感覺到有一雙溫柔的手 再輕輕撫摸我的腦袋 這個諾大的空間也不再那麼寒冷 爸爸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要怎麼做 好像所有重担都在我身上 我才發現自己是那麼的懦弱 為什麼我要背負這樣的命運 我們看到了爸爸 怎麼感覺我們在人生跑馬燈啊 我的寶貝 爸爸希望你永遠幸福快樂 不後悔 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爸爸不會對你過度擔心 而是永遠的祝福你 你可以不必事事都努力 但要永遠保持愛和勇氣 見過這個世界的仇恶後 仍然選擇相信 爸爸為你驕傲 她告訴我要去做一個很重要的採訪 來不及幫我過生日了 當時的我很失望 可是現在我好像有些明白了 爸爸 如果做不到像你那樣的勇敢 你會對我失望嗎 不會 喔 陳爺爺啊 我相信你爸爸會尊重你的每個決定 陳爺爺 你怎麼來了 怎麼感覺我們整個時空錯亂啊 陳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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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这里寄放的生日礼物就好几样了 不过他啊 是一个我很佩服的人 是他让我觉得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能期待明天真好 爸爸 我很为你骄傲 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请你一定要保佑我 不要难过啦 不要哭泣 我们赶快回到谢谢世界吧 踏出空间的那一秒 已是黄昏时分 我们终于出来了 还有一个模糊的 熟悉的身影 心跳跳离拍 手帕掉在地上 我们还带手帕啊 知道哪个现代人会带手帕 哦对这个是 陈寅夜给我们的手帕啦 不好意思陈寅夜 李泽言 天啊 竟然是李泽言啊 他怎么在这里 李泽言 我激动的跑向前 抓住他的双手 可这双手 却以吓死我手里 抽了出来 我不是吧李泽言 为什么要抽出来 怎么了 不是吧 难道连他也怪怪的 我怎么感觉 每个人都变得怪怪的 你怎么回来了 你的脸色怎么看上去很白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你知道吗 我特别担心你 这段时间 超想念你的 李爸爸 怎么了 他可了一声打断我的话 然后拉着我往外走 跟我去个地方 好久没有听到李爸爸的声音 超级怀念啊 什么地方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突然啊 那件很重要的事情 确认了吗 你 你怎么怪怪的 你什么时候话这么多 我不是一直话都很多的吗 是吗 我有点忘了 你怎么了 他不理会我 走得更快了 全然不顾山路是否很陡 一种极其陌生的感觉 有向心头 不是很久没见的陌生 也不是时空相感的陌生 而是他就像是一个陌生人 天啊 他是李泽言吗 我的心里 快生出一股莫名的疑惑 李泽言 你是时空传说之后傻了吗 他听到我的话 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这个不是 李爸爸会有的反应吧 可能是一时没缓过来吧 你是谁 我一下从他手里挣脱开 柔柔发红的手腕 你不是李泽言 你到底是谁 假冒他想做什么 我怎么可能不是 是你太敏感了 跟我走 天啊 他要再一次抓上我的手腕 眼看距离陈怡言的小屋 有一段距离 我用尽力气大声呼叫 你放手 你肯定不是李泽言 陈怡言 救命啊 我话还没说完 他脸色都大变 向我扑心而来 我闭上眼睛 使出浑身力气小推开他 他到底是谁 突然 我感觉到一只温热的躯体 就在距离很近的地方 我亮掌指后退了几步 腰间多了一双大手将我紧搂 什么 又是李泽言 怎么那么多李泽言 怎么搞的 到底怎么回事 他瞬间将那人反过去手臂 抽出在我腰间的手 累住那人的脖子 说 你到底是谁 这个真的是他 李泽言 他笑了 对吗 这个才是李泽言嘛 怎么了 抓紧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天空瞬间漆黑 我直接感觉到 他掌精传练来的沉稳心跳 几码中后天空亮起 刚才那个假冒他的人 凭空消失了 我们该不会还在一个 什么梦境里吧 怎么搞的 我感觉啊 我们越来越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了 整个故事啊 整个场景 发现的事情 越来越奇幻了 我的心快了一拍 还没来得及转身 就被李泽言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 铺天盖地的 全是他的心跳 他的气息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哇 好暖啊 超暖的 短短四个字 让我眼眶一下子红了起来 我突然有些手足不错 垂在两旁的手 不知道往哪里摆 他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维持着这个姿势 大概过了好几分钟 他的声音才从耳畔传来 认不出我了吗 哇 李泽言 怎么可能认不出 他瘦了 憔悴了 我还是认得出 我靠近他的胸膛 犹豫者先出手 还住了李泽言 他的外套 似乎沾着一些雨水 沉下的领口有些皱 阳光的气息 汗水的气息 统统变成一个熟悉的名字 李泽言 怎么认出他不是我 他怪怪的 因为 我说那个人很傻的时候 他都没有骂我笨蛋 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你 哼 他笑了 嗯 做得不错 所以那个人是谁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 那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有人冒充的 会有人冒充笨蛋吗 一回来就骂我 我的每个笨蛋 都不是骂你 哇 等一下 他居然这样说 所以代表他的笨蛋是 调情啊 好迟到吧 那这个是什么 是确认 确认 我们看到了画面了 我的眼前忽然出了他独自一人走在陌生前世的画面 脸上满是迷茫和焦虑 那就是他走掉的未来吗 我想要看一看 这个未来里到底有没有我 可是怎么看都看不到 直到李子言把我从他怀中拉开 怎么了 你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该告诉他我面临的抉择吗 还是问他怎么突然出现了 对啊 上一赛在这里是和他刚解开误会的时候 这一次就遭一误事人非 上一赛是我们女主 那个时候刚从医院里出来嘛 然后被他过度保护 然后我们就很生气地跑开了 李子言突然摊开手掌 想看未来就直说 你不是可以看到未来吗 把手放上来 我要直接给我们看哦 我们真的看得到吗 脑海里是零次结比的大厦 内语室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但似乎变化又很大 华瑞还在耶 我们公司的大楼已经变成了购物广场 所以我们倒了吗 中央公园多了湿地和喷泉 我好像还在一闪一波的人群里 看到了安娜姐的身影 这就是十年后吗 嗯 未来一切正常 那这次的病毒事件也解决了吗 是怎么解决的 我说了 这是十年后 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和病毒事件有关的内容 这只能说明 它或许很早就已经解决了 没有造成长远影响 那我怎么没在未来看到自己啊 你不是说我过得比现在还好吗 我们该不会死了吧 李杰的眼里忽然闪过一肢犹豫 但是很快恢复了以往的样子 他有话瞒着我们没有说啊 是很好 我要见他一面 还要体现三天预约 我这么厉害啊 那你后来是怎么找到我的 然后我发现 这位厉害的成功人士 居然在斯文尼尔偏吃偏喝 李泽燕 你太不会说谎了 他还笑了 我都快要相信他了 你好奇的话 我可以把他和蔡老先生 抢肉酱面的故事 说给你听 不用了不用了 不要说 太丢脸了 李泽燕 你可以当说书人啦 我感觉他说的不是事实 他是骗我们的吧 他应该是不愿意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死了之类的 我不怀疑他的话 只是完全想不到这次的病毒事件 要怎么收场 想到这里 我的脑海中 立刻跳出了许默的研究 他说过 会针对这次的病毒研究 对抗事迹 也许这就是转机 是不是我不用实现自己 实际也会得到拯救 我的心里 莫名涌起古侥幸 像是长久漂浮在海上的人 突然抓住了一根树枝 忽然啊 李泽燕的脸上 流露出小箭的落寞和悲伤 我就知道他说的不是事实 然后他很快休息了些表情 敲了下我的脑袋 还在乱想些什么 没 没什么 我不乱想了 现在回答我 为什么会在这里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啊 我 我们没有告诉他呀 即使已经到了那一步 我也不想把他卷进来 我找陈颜颜 问一些我爸爸的事情 李泽燕真的会相信吗 对了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还这么吵得去现在这里 哦对啊 他怎么知道你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有个笨蛋 突然叫了我的名字吧 这么厉害啊 原来你是Doo Many John 多敏俊 大叫三世他就来了 哼 他的笑容融化在夕阳里 那一刻 我的眼里好像出现了浩瀚语者 在时空里孤独穿梭的他 听到我的声音就出现了 他真的出现了 我握起他的手 带着一丝暖意 李泽燕 欢迎回来 还有谢谢你 谢谢你再一次救了我 谢谢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还有转机 谢谢你 在我差点做出那个决定前 回到我的身边 以后不要喊那么大声 很丢烈 那不然你怎么听得到 我都听得到 真的吗 原来你还有别的超能力啊 好了 我现在有点事情 你就在这里 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什么意思 他叫我们站在森林里哦 李子言沉思了一下 走进陈宇爷的小屋 不让那个孩子进来吗 有些事情他知道的越少 越安全 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们这个样子 这每个男主角都在那边 哦不要告诉他 不要告诉他 他不知道越好 他不知道越安全 每个人都这个样子 为什么不能把话一次说明白 我觉得我们女主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才会更安全吧 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危险的啊 无知产生恐惧 恐惧会导致危险 啊都过去这么久了啊 上一次还是正午 那丫头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短暂的未来了 他很相信自己看到的 他只需要相信我 其他的都不重要 李子言套出口袋里的 日轨怀表 什么要等一下 陈宇爷拿起那块 表拍已经碎得如同蜘蛛网般的怀表 碎了 抱歉 我帮不了你 所以他想要陈宇爷帮他修理这个怀表 您不用自责 这么久以来 多谢了 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是时间 但最无情也是时间 我这个老头子啊 已经在太多的分岔里 只能做个旁观的人了 李子言就站在那里 看着女孩的身影 看了很久 很久 好吧 李子言回来了好开心啊 真的是感觉超级开心的 有一种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他的感觉 我觉得女主角啊 她不要先想那么多吧 事情都还没有发现 也不一定就会按照那个黑女主说的那样发现吧 是不是 而且如果黑女主这么笃定一定要牺牲的话 那她为什么自己不去牺牲 为什么要我们这个女主角去牺牲 她们两个不都是同样的人吗 为什么不能她去牺牲就好了 要叫别人牺牲 这个也是蛮不合理的啊 好吧那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 如果有喜欢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哦 会给我很大的鼓励 还有 不要忘了新音乐 以及要订阅的话 记得开启铃铛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谢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